凌晨 两天四十六分的时候 我录了一段梦 我们看一下这 主理梦好像大家一起 也要过年了 去买那个琵琶 我那好像也没有过年的概念 然后后来有人说 哎呀我送点给你 我想人家都套钱了 你也不用送给我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那个 多少钱呢 那个 买一点的话 哎呀他说 那你给我三百吧 你那个情况特殊 我就签给了他一个 我想要不要回家 然后 你说出发了我再照顾了 我又想问 又没问 反正我还没回家呢 还没同家里说这个事情 我就想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哦 就这么一个事 哦 梦中 讲的买买什么 琵琶 琵琶树啊 一种黄颜色的小小的鼓啊 琵琶树 我在听这个梦的时候 我自己也回不起来了 但这个时候就显示和拜登 和他儿子 跟他拜登 那边两个人 那个 拜登笑容满面 笑都不得 笑容满面 而那个 恨他拜登惊恐 瞪在眼睛 哦 这两个 然后呢 这两个画面是这样 哦 拜登矮一点 在这个地方 笑容满面 笑容满面 哦 然后 那个亨特拜登在这个地方 高高大大地这样 啊 近空漫本 哦 这两个啊 这两个啊 这两个人好像 绝世出位了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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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人觉得应该 应该换一下才对啊 啊 拜登 应该是高大一点 为什么 他这位很高啊 他这位很高 这位很高 哦 然后这边 哦 这位很高 但为什么 他这边那个笑容满面呢 啊 笑容满面呢 他要 呃 在老百姓前面 要站出一种 清明 哦 对老百姓 要站出一种清明 啊 笑容满面 啊 笑容满面的 意思 有很强的 亲和力啊 啊 而 这个时候 拜登啊 这个时候是亨特拜登 那个很高 很高的样子 等等眼睛的样子 啊 那个亨特拜登 谁想就是 就是 嗯 就是那个拜登 哦 嗯 就那拜登 在国内的 长得那个 呃 很清晰 笑容满面 啊 在国外的时候 呃 眼睛一等 哦 你的身杀 全握在我手上 哦 你看着办 然后很高大的样子 哦 而这个角色呢 哦 后来 拜登的儿子去冲场 哦 所以他那个 在国外的时候 可以对着那些 嗯 那些国外的领导人 可以 哎 这些威胁啊 哦 感觉高高在场 你说 他凭什么 可以威胁人家 凭什么 可以高高在场 啊 啊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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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骗到鞋票或者偷到鞋票 反正我偷到了就可以了 然后到我口袋里来吧 那我就在国外的使用 因为在美国国内不好搞 受见度太多了 所以我要转到国外去的 让自己不太好纷争的 就儿子出面 实际上儿子的一切都是 就是代表的是拜登自己的权业 自己的生很长 如果一旦拜登下台以后 没有权利了 没有权势了 那么亨特派什么都不是 这个就是同根身上的事 人家说同根身上的 骂了 他们之间就这么的关系 就这么的关系 查到他儿子的腐败 丑陋 就是拜登的腐败和丑陋 梁子一举止渴 梁子一举止渴 是这么一回事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